因为喵桑一直把打臭油当场日常消遣 娇娇也就有药学药 见到臭油凑过来就是一巴掌 小油他们都欺负你 你咋都不生气啊 现在灰喜却没事也啄他的毛玩 他竟然只是抬头看一眼就不管了 小油你情绪也太稳定了吧 我感觉你就是卡皮巴拉的继承人了 来给柚子一根芹菜吃 这个世界上大概只有食物 才能让臭油感兴趣了 因为我每次拍臭油吃东西 都是为的蔬菜 导致好多网友误以为它是吃素的 其实它是杂质性动物 不能光喂猫狗粮 也不能光喂蔬菜 宠物臭油的日常饮食 应该无限接近于它们在野外的食谱 我把我日常喂食的食谱 给你们分享一下哦